Monday happy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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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eekend comes Good morning 早上好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在Course的第二天 今天上午的行程 跟我老公是分开的 因为我不太会游泳 所以我就不去Circlean了 我要去坐船看动物 好 我现在去Library 跟我的团友们集合 去坐船了 一会见 Hello 现在回到房间了 我老公应该刚出发没有多久 刚出发去Snorclean 然后我们坐船的人就已经回来了 我们等一下休息半个小时 下去Cayak 爬小船 那个早上坐船看那个动物还是不错的 各种各样的岩礁上看到了很多很多Sea Line 就海狮 然后就是Glabagos特有的海狮 就是比其他的海狮 就好像Size大一点 习性不一样 然后还看到挺多海鸟的 比较幸运的是看到了两三只吧 那时候有点远 他们在高处站着 蓝角鸟 挺可爱的 然后我们准备转头回来的时候 我们的导游 一直看海上的那个就是观察嘛 然后看到远处有一群一大群鸟 在水上就这样飞啊飞啊飞 围着水飞 然后他就觉得好像是有动物在水里面吃东西 他们去捡那个leftover这样 就剩的比如说鱼皮啊鱼骨鱼肉这样 然后他们就喊我的船员往里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 就开了挺久的还 然后真的就看到了 我给你们看video哦 超神奇的 是一只大概四五百磅的雄性 他说是应该大海狮 在捉一条特别大的鱼 就一边捉一边吃嘛 然后就引来了很多很多军舰鸟 就是有磁带有熊的 所以看到磁带的话是白色的那个猴囊 熊的话是红色猴囊 然后他吸引意境就是把那个鼓起来这样 哦 然后他们就一直飞一直飞 围着水面上 然后就看到就是肉了 看到leftover就把头摘下去这样 摘到水里面就这样吃 而且还有很多那种小他们的babies 就浮在游在水上 然后这样低头这样捡 捡食物哦 我觉得超生气超级开心看到 他们说我们挺幸运的感觉 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 好了那我现在休息一下 然后10点半下去kayak 哈小船 然后kayak玩去穿了酒店 等我老公回来吃饭了 我们12点半好像吧 开始午餐 好 那哦对 因为是我一个人去kayak嘛 我就应该不会录视频了 应该也录不到我什么自己一个人 刚刚广播里就说着我们如果想今天下午去沙滩 snorkeling 去比较浅的地方嘛 或者是未来几天去snorkeling的话 去领器材 然后我刚刚就领了这一大袋 那给你们看一下我刚刚都领了哪些肤浅的器材吧 其实只有三样 那第一样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眼罩哦 它是可以保护防止眼睛和鼻子进水的 然后还有一个呼吸管这样子就可以在顺便门呼吸啦 然后还有一个这种floating jacket 这边有个管子可以吹一点气它就可以飘起来 但是不像那种life jacket就双衣那种很飘了起来的 只是一个稍微的保护一下而已 不过我们在潜水区浮浅 其实没啥的关系很安全 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有一双这种游泳的这种脚板 大水脚板吧 还不错 啊我们 不太会游泳的人 就是今天下午会去沙滩的那种 就是比较浅的地方浮一下 然后明天还会有浮浅的机会 可能之后可能还会有吧 挺挺多机会的就是浮浅 毕竟是在cruise上买就是大海上 第二天的午饭有paella 西方野海鲜饭 开心开心 然后我还拿了一个这种水果铃子 这是一只optopus 鱿鱼的一个小沙拉吧 一碗汤 然后开饭 海鲜饭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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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鲜饭好好吃 海鲜饭好吃 海鲜饭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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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又准备要出门了 又要去吃什么饭了 你开心吗 还可以 我想看什么乌龟这种东西 能看到吗 在浅水 我也准备去海滩浅的地方 去snorkel一个 好 Let's go 我们在跟group走trial啊 刚刚浮浅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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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lapagos这边真的是动物的天堂 我在做research的时候 看网上说 世界上只有两个地方的动物是不怕人的 第一个就是Galapagos Island 就是这儿 第二个就是南极 然后这里是 应该是世界上保护的最好的一块地方了吧 因为世界上有很多地方是被 全世界人保护起来的 尤其是他们自己的国家 就是那种 生态呀 植物动物呀 各种方面 为了让以后的人们 我们的后代也可以看到这些动物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好 一定要遵守规则 这边我们突然看到了一大群水猎蟹 虽然它们样子看起来有点吓人 面目猙獰的 也是很多电影里灌兽角色的原型 但它们是标准的素食动物 平时只是喝喝海水 下海的话也只是吃只海草而已 我们在水猎蟹身旁常会看到很多红石蟹 这是因为它们其实是好朋友 红石蟹在帮水猎蟹清理皮肤的同时 也在使用它们身上的海水微生物 我们竟然看到Landiguana了 哇 洛列西 之前以为看不到的 然后 这早上竟然看到了 我的天 哇 就像我们在水猎蟹 在水猎蟹上来 看不到的 这次的水猎蟹 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另外一样 你坐在水猎蟹里面 就像一样 旁边 我一样 就像一样 这个walk超级好了 我们现在在海边 刚才看到了蓝利关 哇真的超惊喜的 我们以为本来看不到的呢 开心啊 还有很多鸟啊 很多很多marine 水猎蜥 这边我们还发现了一只超级chill 很会享受生活的fur seal 海狗 你们看它在水里又在又在的样子 是不是超可爱的 你看像冲雪马桶一样有没有 我们现在在洗衣服 我们这层门口就是洗衣机 上面是干衣机 下面是洗衣机 别人还在干呀 对呀 下面也是 上面是洗衣机 上面是干衣机 一共有两套 然后这边还有 可以泡温泉的 这机器 这边一个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 明天晚上 会有冷的水落 在美丽的沙漆河 这岸是叫做Ravira 对吗 今天是我们在Cruise的第三天了 已经是 现在是早上六点半 我们就已经上小船了 就一下今天的活动了 我们早上第一项先去一个hike 可能是说不到两个mils 对吧 差不多 看一看风景 然后这么早起来 是为了看一看动物还没有完全 就是苏醒的状态 好 对面就是我们的 对面就是我们要走的那个 小岛了 那个红色沙滩 好 那一会儿过去见了 就是苏醒到一个 到哪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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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